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是說啦 既不永遠沒有換 對 國瑜記的設計 國氣就是暗部就班 私氣就是不得手段 所以你那個外面那個 就是不得手段 他什麼都肯做 什麼都願意 對啊 家裡那個不肯喔 家裡 我名門歸秀 說那種 今天我們談的這個話題 絕對不是在開玩笑 這個人人都可能會遇到 人人也可能自己會發生 這件事情呢 自古以來這件事情 就一直不斷的在婚姻中出現 它可以造就很多很好的戲劇節目 但是也造成很多人的悲劇 今天我請的四位 都是屬於專家型的喔 自從這個 其實名人呢 效應就是常常 你知道藝人的這個家務事 常常就會被抱著寫 但是通常我們會提出 因為時代的不同 我們對外遇這兩個字 其實也有不同的解釋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了去 家瑞老師 家瑞好 對妳來講妳沒有結婚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可以外遇啊 沒有啦 不是 妳雖然沒有結婚 但是妳也是會碰到 妳的男朋友會劈臀 有啊 我也會劈啊 真的嗎 對 張趙之 我想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想請問妳 妳有劈腿跟被劈嗎 一定有啊 那妳有當過小王嗎 原來是正牌男友 然後後來他跟別人在一起之後 然後我也不放手 他也不放手 所以我就變成小王了 應該是這樣意思嗎 對... 所以我從一個正牌的男友不當 然後前男友也不當 我既然甘心當小王 我自己想起來現在覺得滿傻的 對 對 苦琳應該是這個 人生當中有很多的經驗 是...經驗非常的多 有經驗非常的多 所以我非常努力地研究 不只研究到人 我連兩個動物我都研究 對啊 我覺得是動植物兩心轉角 沒有 這... 剛剛苦琳拿一本書給我 他說這本書 供給小姐叫短短的就夠 對啊 就是 他以前寫幾短的也是非常有名的 短短的故事非常精彩 故事不用多 多了會穿幫 短短的就好 而且那些故事到現在都有效 都有效 可見的 搞來搞去 男女還在搞著她們 擠壓 被批壓的 是 好 賴綠奇 賴綠奇應該遇到很多案例 對不對 沒有 其實 接待律師有一句話就是 當你在婚姻當中 或者是在感情當中 發生像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不要找朋友也不要找家人 專業 對...專業的職業 因為朋友家人一定會偏袒你嘛 就不能客觀公正的處理了 你不如...你找朋友找人 不如找張趙智 真的 我跟你講 來這邊都是一樣 好朋友只要犯了錯 然後一定是幫著彼此罵對方 你男朋友怎麼這樣啊 你女朋友怎麼這樣啊 對啊 所以找一個 沒有中立立場的好一點 我覺得他們家事法庭的調解人 那真的都很棒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打官司 我們兩個都告了告去嘛 我們那時候法律還沒修好 對 結果那兩個調解人 出來講... 講到我們兩個心平氣和就和解了 對 在別人面前 講話會比較... 客氣一點 對 第一是客氣一點 第二 那個人因為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他也不是你舅舅 也不是你什麼 是 他不一定要幫你 你覺得他講的話是很公正的 所以他在說的時候 可以把你們 不多...多餘的情緒壓制下來 對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說 今天是苦林講沒關係 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老公講 就不行 對不對 而且位子不同 就是說第三者講 最近說你其實應該要再注意什麼 別人講我可以聽 但是你老公來講我說 你現在是在別人面前說我什麼嗎 對...你幹嘛幫著別人講我啊 但是我們今天... 對啊 今天我們是在講 如果... 如果能善了也不錯 對 但是我在講啊 其實我覺得外遇這件事情 在現在來講是沒有辦法防範 我認為... 我認為你自製力很強 或者是你老公或老婆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但是也不能保證不會有外遇 是啊 誘惑太多 所以外遇這件事情呢 可能會發生 所以這當中 我們要學習怎麼去接受 或者怎麼去放手 來 通常...對不對 好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會不會覺得 男人有外遇 女人多辦第一 二次 我不說一直啦 第一 二次會選擇 原諒 是不是 我覺得講原諒 對一個在創傷當中的人太困難 他只能說 我在這個現階段 我還需要有這段婚姻 可能我孩子還笑 我的經濟上需要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次 遇到外遇的時候 他們先處在一個是 然後說 那在這個思考當中的時候 他就會繼續留在這個關係裡 所以講原諒 可能是三年 五年之後 他真的沒有再一次外遇 他才真的會想到 我原諒你 因為第一次都發生太突然啦 你無預警 都是在最完美 最美好的狀態 突然間蹦一個 你當下簡直晴天屁地 你會爆哭爆內耶 如果說你嫁了這個男人 他本來就是很花的 那他又再花 你是不是可以比較容易接受 大家常常因為對方發生外遇 就是說就是外遇來破壞我的婚姻 其實是你的婚姻有了問題 如果你的婚姻非常好的話 哪裡有人有辦法撐戲兒子 你們兩個也是一心要一意 要一輩子在一起的啊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是大家忽略了婚姻裡的問題 而且不去處理它 等到外遇發生才赫然發現說 你外遇 然後自你違背這個婚姻 大家現在就認為萬方無罪 罪在外遇 其實反過來想 你怎麼讓外遇發生的 好 有很多人 我看張兆之的那本書上寫 有很多人說 我其實婚姻很幸福 我跟我太太也很好 但是我在辦公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 突然讓我會心跳的人 他也知道那是不對 可是就覺得 就是有那種想犯罪的感覺 是 可是當這種想要犯罪的感覺 起來以後 就很危險 剛才我們講的 原諒...這兩個字 很多人一開始是覺得 我可以原諒 但後來才發現 很多人都是裝大方 我要裝一個 我是一個很酷的太太 我是一個很棒的女朋友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去劈腿 去外遇 偷吃一次 我原諒你 你回來好好跟這個家在一起 到後來才發現 以後每次吵架 都會把這件事拿出來 你當初劈腿 你當初外遇 我還不是原諒你 完蛋了 所以真正的原諒 是不聽 不講 不想 不看 吵架不拿出來當藉口 如果沒有這種本事 沒有這種凶精 拜託你乾脆不要原諒 比原諒還糟糕 沒有... 沒有...我認真了... 認真的 其實我...我在講 剛剛那個案例就是 她不是婚姻有什麼問題 但是她... 如果她真的對那個女孩 有了興趣 或者那個女孩 也對她有了什麼表示 有的時候就是會突然想在一起 但是會... 對 我覺得通常婚姻 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反而是在最好 最完美的狀態下 她就疲養了 她還想要什麼 如果有問題的話 她處理那問題就來不及了 她怎麼還去被外遇 妳知道嗎 然後她的藉口會說 我的婚姻有問題 小燕姐 我今天已經找到外遇 我跟妳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妳...妳的婚姻已經... 已經看到這樣子了是不是 對 已經看到這樣子 張兆志 妳會不會看過太多的案例 妳就沒有辦法 我倒不會 對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感情 還是得自己走一走 闖一闖 摔摔跤 然後犯點錯 我覺得那個感情它才是... 才是有靈魂的 我不可能說今天我自己 把自己講得好像跟什麼一樣 然後在感情裡完全不犯錯 不可能 不要不放手 我們很多人 其實有時候外遇喔 妳要怪對方外遇 不如說 因為妳 對啊 我說個性不合 妳不接受 妳說我改 我說價值觀不同 妳說不一定 不一樣 我說怎麼樣 妳就不接受 很難... 妳今天有幾個人 很夠接受說 妳的配偶回到家說 我其實發現我跟妳合不來 妳一定不接受嘛 所以怎麼辦 到最後外遇 好吧 那...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覺得不是不願意接受婚姻 還是直到外遇被發現吧 才可以 她偷吃很開心 偷偷來 然後被抓到被惭惱才那個 才要出來解決 每次都是這樣子 不是嗎 對 我的意思說 現在我們男女還是有別 對不對 女人都可以接受男人有三妻視線 所以那個時候 沒有外遇這件事情 因為可以把老婆娶回來 娶回來 然後有的大太太還可以 所以還可以找自己的姐妹啊 覺得就是可以聯手一起 而且他們互相... 那個就叫統戰 Yes 大房二房去 聯合共戰三房 好 所以那個是 但是現在 比如說我們看到很多的報章雜誌 當你的老婆有外遇的時候 男人是不是還是比女人 更不能接受 第一個 她是報復性的 通常只有男生自己有外遇 如果她 她覺得我心有胃甘 那第二個就是說她會很小心 因為她知道結果更嚴重 不像我們男生耍耍賴 我犯了天下 男人犯的錯 就沒事了 對 那第三個男人也比較粗心 一般男人很自大 覺得我老婆怎麼可能 我這麼讚的男人 我老婆怎麼可能跟人家怎樣 所以也不太會去追查這個事情 所以女性的外遇 她在日本的話 會讓家庭主護外遇更嚴重 因為老公小孩去上學 她就沒事 她整天很忙 而且他們也不可能提早回來啊 我看過一個劇 叫下午什麼三點的 對 重延期 對不對 重延期就下午 就會有自己的另外一個關係 主要的對象一個是大學生 因為大學生比較空嘛 隨時都有學 而且年輕力壯這樣子 可以說到家裡補家教 學西班牙文啊 那第二個是推銷員 到家裡試用吸塵器啊 還有一個是健身房 因為現在全民運動的這個觀念啊 大家去健身房 也就跟健身教練曖昧這樣 很多男的教練 當然不能說大部分 OK 屈老師說某幾位 可是因為客戶的關係 他必須要... 你知道一次簽就簽 20堂課 30堂課 40堂課 好幾萬... 所以他必須要對你客人很好 有時候要約你客人出來 喝下午茶 吃東西等等 給他逛街啊 幫他領購物袋啊 對...一定要 對 然後我的學生 有一個學生他是一個給嘛 那他也找了一個教練練身 然後他說每次在健身的時候 他在那邊健身 教練在看著那個鏡子說 來看鏡子 我們做這個肌肉 然後教練就說 你看 旁邊那個妹多辣 我先離開一下 就去幫那個妹了 就是這樣 可是我看到的畫面就不太一樣 我看到的就是那個 就是歐巴桑 歐巴桑教練也是一樣壓他嘛 然後他就站起來很生氣說 你小黎一點可不可以 我從大學以後 就沒有被這樣壓過了 小三報酬正功火 男人外遇好快火 發現自己老公外遇 他真正生氣的點 並不是說他出去找小三 是真的 那個小三醜死了 長妮也沒有妳漂亮 身材也沒有妳好 那他用什麼綁住妳老公的 那我就不好意思說啦 記住無人嘛 對不對 我們還是有很好的陪影 真的嗎 女人外遇是因為她沒有關心 沒有人在乎 沒有親密的關心 其實有很多夫妻 是沒有親密的關心 是 所以當有一個男人照顧她 或者是在意她 覺得了解她的感受的時候 她很容易啊 所以妳剛剛說外遇沒辦法防止 但是以其去防止外遇 妳不如說去維護婚姻 我們找三...如果有這三點喔 各位夫妻同志 如果有這三點就表示 你們的婚姻有問題了 不談心 講話都是小孩的事啊 什麼要加班啊 什麼那種這些事情 沒有不談心的 像我們咖啡店的小妹就說 那個來... 我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夫妻 我說妳怎麼看 然後來一個鐘頭 兩個不講話的就是夫妻 很多耶 很多人在吃飯 有時候有些夫妻都不講話 對...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就不約會 一起去看電影啊 一起去吃飯啊 一起去開喝下午茶 這種事情結婚後還是要做的 那第三個呢 但從來都不做 第三個就是不親認 不一定要做那件事情 因為我們... 但是還是要老老爸爸 沒有醫院要做 我最近聽一個朋友講 他說半年內沒有發生性行為 代表感情出問題 所以他說他跟他... 等一下... 他跟他老婆... 所以我維持喔 他都已經結婚很多年 六、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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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講三個禮拜、兩個禮拜 他說一不成功 他說不然的話就不行了 你知不知道 像這樣的男生 充電充飽要充多久 對啊 等一下... 可是我覺得... 我認識很多朋友 夫妻年齡也沒有很大 但是他們真的就沒有 就覺得夫妻好像就沒有 因為小孩也忙啊 就覺得好像這個是... 不做就也無所謂 可是不做就不做了 要開始做才會繼續做 男女的外遇比例 女性越來越多了 那越來越多的原因是 當然除了苦林大哥講 網路這件事情 讓談心得很大 因為這件事情變方便了 以前的女人要談心不太容易 但是呢 我們做了一個 數據的一個研究分析 男人的外遇會有很多元 一個可能需要性 有人可能認為只是玩玩 還有一個就是覺得自己 還有能力去 還有能力 對不對 那有人是真的覺得是感情 可是七成的女性回答都是 她會外遇是 他們認為說 在這個婚姻當中 這個男人其實並不是 所以女人外遇 很可能就回不去了對不對 很難回去了 我覺得女生一帶變得心 都回不來 但是比較殘忍的是 女生外遇 覺得自己找到了真愛 但是跟她外遇那個對象 可不是真愛 她可能就覺得 有多一個女生可以玩玩多好 是 這也不是絕對的就是 大部分 對啊 你看那個麥迪遜之橋 那個... 那個女生愛那男的愛得要命 然後你就希望跟著她走遍天下 到非洲 到哪裡 問題是那男的想嘛 對 對不對 你知道真的嫁給她 她回家了 而且那個戲裡面有一段很妙 是她的日記被多年後的孩子發現 她說你們不要怪媽媽 當年跟這個男人 有曖昧這一個星期 如果沒有那一個星期 我撐不下去接下來30年的婚姻 對 這個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其實就是要有釋放 我覺得一定要有釋放 你不是這樣子鼓勵女人去釋放嗎 所以喔 外遇的方法跟方式 其實有很多很多種 你在教我們大家外遇啦 對啊 不是 就是外遇的對象 不是...外遇的對象有多種解釋 所謂多種解釋是說 你的對象可能是健身課程 可能是插花 可能是烹飪 可能是皮拉提茲 可能是很多很多 就是我熱衷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這是每個男人 女人都一定要 男人可能就重機 然後他可能就買跑車 這也是某一種外遇喔 有些老婆就說 你怎麼愛你那個摩托車 跟愛老婆一樣啊 那是不是你小老婆 你就讓他去吧 如果你連這個不可以 A片不可以看 摩托車不可以騎 超跑不可以買 什麼都不可以 我跟你講 男人一定要宣洩 當他沒地方宣洩 他就想辦法宣洩 以前我姑這樣就玩唱片 花很多錢啦 我姑姑就很氣啊 就每次跟他吵架 後來我阿嬤講一句話 他們就不吵了 我阿嬤說 可是這是因為 你現在講的是因為是 男人是家裡經濟的主要的支柱 那女生是... 可能是他要養的老婆 要幫他做家事 他可能每個月會給老婆簽 所以你就會說 給我一點示好有什麼不好呢 可是那我就會覺得說 那你為什麼不把這些錢 花在我的身上 多疼我一下 帶我出國去玩 買我想要的東西 而不是我每天在那邊等著 天啊 又要兩個禮拜 又要跟先生要錢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覺得在台灣 我覺得在台灣 很多女生是很委屈的 非常委屈 要看得先生這樣 而且很多男生是非常小氣的 他是不會把錢 花在太太身上來 所以為什麼現在女孩子 我們年輕這一輩 不能講我年輕 我也五年 沒有...我們自己努力工作 對不對 沒有...我們自己... 其實我要講 你知道女性外遇現在比較多 是不是因為女性現在經濟 已經可以獨立了 所以他不一定要只跟這個男人 所以他也想找他的第二筆 你看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比例給各位參考一下 十年前他們說 男女劈腿跟外遇的比例是2比8 女生兩個 男生八個 好 很明顯了吧 十年後的今天其實是6比4 6比4 那我還要講一下 6比4是什麼 6個男生 有4個女生 所以各位不要再說什麼 都是男人的錯 沒有 我覺得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小燕姐 我在學校教書 我教大一的學生 我教了19年 19年前 如果班上有一對班隊的話 這個女生本來是很強的 一旦被男的追到 一定是這樣 來 我們是一對 一定在後面這樣 然後男生會摸女生頭 就這樣 現在不是喔 我如果在電梯裡面 看到我們大一的學生在交往 他們本來掀著手在電梯 我一走進來 女人在甩掉 然後男人就... 就女生不想承認 我們班上是有很多這種喔 女生不想承認的 對 反而是男生在追女生 男生像女孩一樣 畏畏收收 女生是... 那我就問女孩子 我說你為什麼不想承認 他說沒有 我就覺得說 不用每天電在一起啊 反正我要做我的事情 我有朋友啊 我要告你接啊 不用每天啊 反正見電面就好了 對 這個對 然後我就問說為什麼 你才知道說 所以現在女人很多嫁不出去啊 沒有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庭裡面 你會發現喔 那這些男... 這些女生為什麼這麼獨立 是因為他們家庭裡面 媽媽都來工作了 那你就問男生為什麼 你知道在戲上 你去追這麼強的女孩子 他說因為我媽媽是那個總經理耶 我說你爸呢 就公務員員啊 我覺得改... 社會結構 改變了 所以他會變的 面臨分手這件事情 以前都是女生會哭得死去活 現在都是男生在哭 對 對 那我男朋友哭著跪著求我不要走啊 什麼什麼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說 我要跟我女朋友 女朋友跟我分手 我哭著跪著求他不要走 都是男生在掉眼淚 古琳 你們也很高興 你身在不同的時代 我... 我其實覺得我們在... 即使在我們當年 也經歷過這些事情 但是美國有一個作者 寫了一本書叫外遇 他說 他說 他自己是靠著外遇 維持他的婚姻 因為我受不了這個男人 這男人很爛 就...我們就拿那個 尋直橋來表 這男人也...他也沒有違背你 可是他就是不懂情趣 不懂什麼 然後你就只好跟著他過 那你心裡...心有胃肝嘛 所以他說他有一個外遇 就彌補他說 我願意跟這一群這個... 這些男人或小孩再繼續 去忍受這種 家庭儲物的這種生活 但是他可以維持一輩子他的婚姻 所以他這個主講就是 我跟你講 如果一個男人喔 我覺得現代的女性 如果一個男人就是回來 也不想碰妳 也不想知道妳在想什麼 想她的事情交代完就算 是這樣子 我覺得女人其實是過不下去的 是 現在有個內政部有數據 在去年的單身人口 就是離婚單身人口 已經163萬人 163萬的非常高 好 那當然現在是一天 146對在離婚 一天喔 一天有146對在離婚 對 所以小燕妳今天坐在這裡 就有146對正在辦離婚 好 那去年等於5萬4千多對 好 那我要講一下那個年紀喔 男性的離婚喔 在選擇離婚 是40到45最高峰 女性呢 是30到35 好 那妳這樣看起來 對 女性30到35喔 對 所以妳會聽到 以前我們說 還會留在婚姻裡頭 都是說孩子小 可是妳有沒有想過 30到35 小孩子是不是很小 很小跟很小 所以這件事情 可能已經不是讓一個女性 繼續留在一個 痛苦的婚姻裡頭的女生了 所以經濟能力 所以確實是一個目前的女性 因為女生平均30歲才結婚嘛 結果在30...30到35就離婚 可見了她知道 不好的婚姻 短短的就夠了 等一下 小三方式都變 耍手段 整工按部就班 難配合 國庭系跟社群系很重 國庭就是按部就班 私器就是不擇手段 所以妳那個外面那個 就是不擇手段 所以她什麼都肯做 什麼都願意一點 對啊 所以家裡那個不肯啊 家裡我名門歸秀 家裡我名門歸秀 女生平均30歲才結婚嘛 結果在30...30到35就離婚了 可見了她知道 不好的婚姻 短短的就夠了 妳現在還在打樹嗎 沒有 其實喔 老實講 我有一個朋友 婚姻...她其實大概28 9歲結婚 她到34 5歲的時候 真的婚姻就遇到了瓶頸 那那個時候 她老公也有外遇啦 也有外遇 那她覺得 她的父母是不贊成她離婚 但對我來講 她跟我聊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妳要離 妳就在40歲以前離吧 妳不要等到40歲以後再離 對 那其實是...妳知道嗎 對妳的人生來講是一個... 一個40歲以後的女人 又有小孩 如果還有小孩的話 所以我覺得35歲的時候 可能那女人想到說 我此事不離 我何時再離 沒錯... 離婚有兩個好時機 第一個是結婚兩年後 可能小孩也還沒生兩個 也還沒有簽長過後 對... 時機要... 而且她事實上是最多的 剛好就是數字上最多 那第二個時機就是20年後 對 而且妳這個老... 妳這個男人也沒多少用處了 不管哪一方面來講 但是很多老一輩都是做不到啊 像我們有認識一個朋友 像妳到60歲離婚沒問題啊 沒有 我們以前 很多年紀的老人家 她現在也已經7、80歲一個女的 她當時也是50歲 她就說她要...她受不了了 她覺得孩子都打學了 很棒 她終於獨立了 她可以要找她自己人生 她老公她快瘋了 她說兩個人反正都已經分房睡了 不要講分床都分房了 所以她跟她先生講她要離婚 結果她先生不說話 完了她好像睡到睡一半 拿剪刀到她的床邊耶 進她房間說妳敢 她說我什麼都沒有 我就剩下妳了 我年紀也大了 她說不要這樣做 所以她就留在這個婚姻裡面 一直留... 又留了大概好幾十年 她先生就幾年前過世了 對 她才有自己的人生就這樣 可是這過...這個接下來的人生 我是覺得是很辛苦的 但是她可能也覺得說 好 既然妳這樣 那我們就這樣過下去 可是是真的有這樣子的 可是這個剪刀事情 不可以訴諸法律嗎 是可以啊 我... 家暴 她是覺得... 精神家暴 她是家暴 而且她已經真的是恐嚇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那是一個 留在婚姻很多年 卻一直不願意離開 那我講一個喔 老一輩的人 他們認為婚姻就是要長長久久的 他認為說沒有... 就違背這個婚姻的忠誠這件事情 他們是不太會做到 所以他能忍就忍 那這個忍是來自於什麼 這整個社會的觀感 他認為說 我們以前不是這樣長一輩 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 你這樣有什麼不可以 那他覺得丟臉 然後我真實的看到的就是 他說那個男人就說 我告訴你喔 你回娘家 你只能回去半天喔 他說 我就想... 天啊 這位叔叔伯伯 人家那個探視子女也可以過夜 那這個太太 她也不過回去看一下自己的長輩 不行 他說我只有給你 就是半天就要回來 因為你要回來照顧我 要不要誰給我煮飯 對 一樣的 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 對 他就覺得孩子誰接 飯誰煮衣服 洗衣機誰去按 他連按洗衣機的功能都失去了 對 都不會 我講的這個一樣 因為後來他們的小孩都出國念書 就台灣就剩下這個太太跟這個 然後大塔很多歲數這個先生 這件事就說 我什麼都會怎麼辦 那你要幫我做飯 所以這太太就變成說 每天幫他做了飯 他就出去自己學音樂 學唱歌 學跳舞 學插花 然後找到宗教的信仰 找到了自己 可是就是接下來 我就覺得這20年就是很... 千錯萬錯都別人錯 不是 男人不做家事 你要教他 你要訓練他 像我從來不洗碗 那我太太還就教我洗碗 她洗碗碗 就叫我去洗 我洗不乾淨 她再把我叫來 再洗一遍給我看 你看這裡啊 要摸得這樣 都不會滑滑的這樣 這樣才可以 OK 知道嗎 你們也不會領婚喔 同時 你們當時結婚的時候也有愛啊 怎麼可能兩個沒有愛結婚呢 愛情真的沒這麼偉大好不好 無法改變會外遇的事實 謝謝 謝謝... 愛情只是把你們領進婚姻 我跟你講 我覺得外遇還有一件 我看了很多次 外遇的對象不一定比老婆漂亮 這是真的 這是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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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妳老婆應該就是妳這人生 這一輩子可以追過 最漂亮的女生 真的 我講 因為...因為是這樣 很多老婆喔 發現自己老公外遇 她真正生氣的點 並不是說她出去找小三 是真的 沒錯... 沒錯... 我有... 就是不小心介入別人的那個婚姻 我當時是很想知道說 她老婆長什麼樣子 我很想知道說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比較大 但我...她就是死不給我看 死就是不給我看 可是剛剛那個賴律師講 差不多結婚一到三年很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認識的時候 她就像個黃金單身的她一樣 就像妳這樣 帥帥的 我們是一群人裡面就會認識的 然後她自己家會打電話來約 就覺得很好玩 所以妳不覺得她有結婚 完全沒有 她沒有戒指 什麼都沒有嘛 然後每次出去 就是就嘻哈嘻哈笑 戒指可以拿掉 身分證可以補發嘛 然後我們中間 是有好感受 你知道我們會在什麼APP線 裡面互相傳照片 就看就覺得 我都傳我最漂亮 她也傳她最帥給我 都很好看 然後反正就一陣子之後 我們都很好... 有一天就是去唱歌 她終於要把我介紹給她的 另外更大的一群朋友認識了 我們在包廂裡面唱歌 我坐在旁邊好開心喔 突然一個她朋友可能喝醉了 突然她就說 我說奇怪 怎麼有兒子這個東西 我就聽到了 我就覺得怪 所以那天我心情就很差 隔了一個鐘步之後 我再問她 她才說出來 然後第一句就這樣 其實我跟你講 我跟我老婆是遠距離戀愛 然後我們遠距離戀愛了三年 然後家裡說好結婚才結的 可是結婚的那一天 我就知道我 對 就... 他們都講這種話 我說那我說 那女兒你現在幾歲 大概也...爺爺兩歲了 那我說那你怎麼不離呢 你知道怎麼不離 那我說... 我說這...你為什麼不離 她說因為家族反對 那我說那...那我現在怎麼辦 她說那我說 她說 我說上一次一定有嘛 我絕對不是第一個人 她說 就是在妳之前還有另外一個 我說然後呢 她說 我說然後呢 我說她說 然後那個女的就消失了 我說然後呢 她說 我再也沒有聽到她訊息了 我說然後呢 她說 她說夠了 夠了 她原證明是累分就是她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很想說 我說那妳老婆 妳可以告訴我她叫什麼 還是姓什麼 名字還是要做什麼 她說 我不能告訴妳 她當然不能告訴妳 可是我很想告訴妳 她告訴妳妳就會去找她 有些女生會這樣 我要去告訴她老婆 我要去告訴她老婆 老公在偷吃 好 聽一下... 聽一下名人的事情十之八九 不是小三去告的 就是原配去告 沒有 可是後來我就想說 難道真的沒有任何蛛絲馬跡 我怎麼會都不知道 我蠢到這樣子 我就去翻以前她給我的照片 你知道手機傳來照片都那麼小 對不對 我就把它放大... 很多...照片 她開跑車的啊 她去坐飛機啊 她喝酒 然後有一個照片 是他們一群什麼事業上的夥伴 要簽約還幹嘛 對 你猜怎麼樣 就這樣 我就放大... 她竟然那個照片 戒指沒有拿掉 她跟我出去的時候一定都拿 然後她傳我的照片 都沒有戒指 可是那個一群就... 我就說夠了 結果自己就覺得太糟了 這群會議當中 什麼叫女生戒口 女生的戒口就是說 我都不知道她結婚了 你都不知道一個人結婚 是可以查的 不是光看戒指的 台灣人並沒有很多人戴戒指 你有戴 我有戴 但是很多人沒有戴啊 我就一直說 你自己...我跟你講 你自己有心不去打破這個事情 我故意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算了 我有朋友看到她都覺得說 這個... 那你為什麼不去問一下她是不是 沒有 其實我告訴你 在某一個年齡在交往的時候 你真的沒覺得她是結婚的 有些人出來 感覺上她就是沒有結婚 對啊 就是單身害的樣子啊 然後你發現她其實小孩也滿多的 而且 對 老婆可能還在懷孕中耶 對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說 很多大老婆要去見小三的時候 特別去打扮 打這個 打那個 然後弄得就說 我一定要比她漂亮 然後通常看到小三比自己醜 就很氣 但是小三不一定比正宫漂亮 重要的是不一樣 你就是只想要不一樣 她就是想要找不一樣的 每天都這個 我要換一個 所以換那個未必是好的 未必是棒的 但是就是不同的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你是大老婆 然後你看到小三 長得也沒有你漂亮 身材也沒有你好 那她用什麼綁住你老公的 那我就不好意思說啦 記不如人沒有話講 對 我們還是用... 差在技術 我們還是用很好的誠意 真的 姐妹同床公示一部 荒謬案例 難以置信 一對姐妹跟一個男的在一起 他們三個睡在同一間 同一張 同一張 如果一、三、五、二、四、六 你搭他房間去 到底有沒有做我不知道啊 那不能公平啊 公平起見就是 另外一個在旁邊建築 這一點 做老婆的真的不要有迷失 你不要認為 你老公一定會想要跟你上床 當老公不想要跟你上床的時候 其實這一切都是後來會發生的 很重要的基礎 基礎運動 我聽大陸...我聽大陸一個朋友講 他說國器跟私器有什麼不同 國營企業跟私人企業有什麼不同 國器就是按部就班 私器就是不擇手段 所以你那個外面那個就是不擇手段 所以他什麼都肯做 什麼都願意 對啊 家裡那個不肯啊 家裡 我名門歸秀 做那種... 不是 我真的跟大家... 因為我遇到了個案 他們最擔心的是 我遇到這次外遇 我原諒了他 這個男人 他真的就不會有第二次嗎 或這個女人對不對 或這個女人 就是...坦白講 女人真的比較不會 是男人會反覆外遇的機率 真的是比較大 真的嗎 以妳的案例來講 對 我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女性外遇的話 我剛才講 七成都認為遇到真愛 所以女人卻是 像剛才那個曲老師講的 她一旦變性 真的很難回復 她也回不了了 即便她跟你維持這種婚姻關係 但是她跟那個人 也會一直維繫著 他們的情侶關係 他們... 然後所以妳就會發現 像王寶強事件啊什麼的 妳就會看到... 妳看七年 為什麼她現在才七年才發現 原來她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就已經有知道 這個坦白講 是女性外遇的特質 很難發現 真的 因為女孩子 女孩子真的有心要欺瞞的時候 比男孩子強太多了 男孩子只要犯錯 很容易被抓到 對...對不起... 一下就露出馬腳了 真的 真的嗎 阿密老師你覺得呢 不是... 因為... 因為...我跟你講 阿密老師我們在講話 他不見得有反應 他這個有反應 你在說什麼 他臉都紅了耶 男生怎麼很容易被發現啊 為什麼 為什麼 Why 數量不對 次數不對 我們以前那個台灣 不是有那個坎迪溝嗎 對...就配豬種 那個公豬丟到母豬群啊 牠到最後不會重複跟同一隻 真的嗎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研究 對 牠永遠都知道那個 牠跟過哪一隻 牠永遠不會重複 對 鴛鴦其實也不是一輩子在一起 是啊... 絕大多數的動物都不是 我們人類已經很了不起了 已經很了不起 我們男人這麼努力的一夫一妻 而且...以前也不是一夫一妻啊 我知道 因為你們... 男生是have sex 我們是making love是不是 對 其實... 男人跟女人的結構 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剛才說到說你說 小三不一定比正公漂亮 對不對 其實他那個概念並不是 漂亮不漂亮 他是在新鮮 所以他...他有小三 以後會有小四 小五 小六 他是因為一陣子他又換了 那其實他那個概念 男生的概念是 反正我保留一個本壘 那個...誰說 台灣隨便的程度不輸我萬老 大城市裡面 我們覺得每個人這個... 這個...在大城市裡頭 有很多人有籤啊 什麼... 其實在小鎮裡面 也有很多這種事情 是淳朴的小鎮 會發生這種事情啊 對不對 因為我自己在國外待過嘛 然後我們總認為外國的人 是很隨便的 其實... 也不一定喔 反而台灣有時候 我覺得看到很多國外店 以為說他們交往一天 當下就清了 你就以為是這樣 然後好像突然一個名詞 叫一夜情流情 大家都要來一遍 你知道 然後什麼網交大家都要來一個 可是國外其實是相對是非常... 我覺得是保守多了 那像我的學生 去國外念研究所好了 你知道他們女生嘛 你知道也會就是在國外交到朋友 他就說他遇到一個台灣的男生 但是覺得也滿好 也不錯 然後沒有要交往 只是常常去約會嘛 你知道出去好多吃飯 看電影 聊天什麼... 也在一兩個月 然後互相有好感 突然有一天這個台灣 這個留學生就跟他說 我不能再跟你見面了 我們要分手 所以你說 要分手 我們哪有在交往 怎麼會要分手 那男子就說 因為那個我的台灣女朋友明天要來了 的 我覺得台灣的男生很喜歡這個 就是明明有一個 他還有另外一個 台灣男生很喜歡這樣 那個不中古啊 你看 你看 什麼 什麼 我去坐飛機那個 坐我們... 叫我們國籍的航空公司的飛機 然後那很多年前 然後那些空姐沒事了嘛 已經閒了 就過來跟我聊天 我就說 虎音大哥 那你覺得如果我在台灣有一個 男朋友 在這個舊金山也有一個男朋友 那有沒有關係 我說當然沒有關係啊 你這兩個不會衝突啊 也不會見面啊 你在台灣全心全意的愛他 你到了舊金山 全心全意的愛另外一個 這沒有關係啊 然後他們就聽得好高興 真的沒關係嗎 後來就坐廠長受不了 過來說 虎音先生 你不要再開玩笑了 通常啊 最讓他鼻酸的 就是大企業的老闆 在安寧病房的時候 來的就只有什麼 律師 那時候問他說 這現在是什麼支撐 妳可以活下去的 他就說 其實有看過一個男人 其實他一直都是會有兩個家的 我講一下 外遇有幾個階段 是回不了頭 跟可以回頭的狀況 其實在我們的一個研究裡 如果說他跟另外一個關係 還在三年以下的 就是有緣配 然後你跟第三者 有個不穩定的關係 是在兩 三年 就是說你找了時間 還在戀愛期的那種 那時候 如果在那個時候發現的話 其實另外一半回頭的機會 會很大 可是如果這個已經超過三年以上 跟外面那個第三者 超過三年 不管是小王或小三 那個就形成第二個伴侶關係 他就會很穩定 那很穩定的事情 很難去破解他 為什麼 因為這裡就像剛剛講 這裡一個家 那裡一個家 那已經形成穩定 而且不容易發現 那我舉個小小的故事 我曾經看見 我還記得那個女性朋友 她就覺得 她人生太圓滿了 要經濟 有經濟 她自己也有工作能力 也是個女強人 要小孩 一對子女也很完美 她就電腦就打開了 一看 看到老公跟另外一個女人 然後那個小孩 跟她的小孩是差不多大 她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那當然這件事情我也必須講 後來他們有進入婚姻諮商 她就跟那個另外那個 就真的是分手 因為這個人也很孝順 她覺得說我離開了 我媽媽可能會傷心 很多人可能會對這件事情 有很多的...怎麼講 不能諒解 所以她就把這個關係給處理 繼續跟這個... 她的太太在一起 所以當然這次已經是好的結局 可是大部分像這種情形 是很困難的 她就會變成...就像她講 妳外語不要被發現 她說我跟她分手了 其實實際上她另外一個家 她還在繼續持續走 那我也要講一個 也是我的學生 一個帥哥喔 她每次都可以拔造最漂亮的女生 然後有一次她拔造了一個 這是正妹 到爆 然後交往一陣子之後 還帶給我看 過一會兒就不見了 我說怎麼了 她就說她已經就是 我說是誰 還是一個補教業的某某名師 然後那我說條件比你好 這比你老奶比你好 這比你有錢人 她說邱老師不一樣 然後那我說然後呢 她說這女生就覺得說好棒喔 挖一個套房 大學生哪裡有這麼好住的地方 套房什麼都有 照顧得好好的 所以就... 後來我再問我說怎麼樣 她說 如今很久沒聯絡 但是據說好像還在一起 就是... 對... 然後這男的有一個家庭喔 然後是這樣 我看過最好的例子 最美滿的例子 一對姐妹跟一個男的在一起 然後她跟姐姐結婚 妹妹她當然沒辦法結婚 但是妹妹也跟她住在一起 他們三個人相安無事 不是 這兩個女生是... 她是做... 兩個女生都是禮法的 禮法性 她姐妹感情很好 然後跟老公也... 她們幾歲... 現在大概50多了 都是50多歲 對 她們從結婚當初 到現在一直都這樣 然後妹妹生的小孩 她也都認領 那姐姐也可以生嗎 所以她...姐姐也生啊 然後小孩也都是屬於她的 最好玩是說 那這兩個人怎麼分配呢 大家會想135 246嘛 沒有 同一間 同一間 因為如果135 246 你到她房間去 到底有沒有做我不知道啊 那不能公平啊 公平起見就是 另外一個在旁邊監督 你今天有做 那你明天管我 我不相信 真的 我不相信 這個事情我如果有半句戲 她的藝人讓我偏打雷劈 有這麼嚴重 今天的節目到最後 我們如何以致地做Ending 你覺得如何啊 你沒有結婚嗎 你能有姐妹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事情是大家心甘情願的事啦 所以我們也不用太... 那你這樣講好像你合理話這些 我都覺得台灣很瘋狂 誇張 然後每一個有錢的人 而且都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老婆要都是正當的 我的大老婆 二個 三房 四房 五房 我覺得台灣很變態 crazy 然後這些小孩可以共同相處 我都覺得你扭曲了你的孩子 你孫子的這個腦袋 小姐...你不要激動... 大人物他不一樣 那些大企業家 他們有很多 不是 他們有很多事 不可以這樣子 大人物更應該要一生作者 他有很多事 沒事...今天沒事 我們只不過講小小的外語 真的不要扯到人家 OK...沒事 你愛交幾個... NO 不是吧 所以說的也是啦 那很多事業需要很多小孩 來繼承嘛 那你只要一個人生太辛苦了嘛 就當多幾個 男人介紹 其實這種家庭悲劇也滿多 對啊... 然後就用那草的分子 然後爸爸死了二十年都不下 這樣子還有東西嘛 OK... 我只會覺得說台灣的男人 不要說因為你專... 而且我現在講不是困難有錢人 夜市的也是一樣喔 擺地攤也是一樣 窮人也是一樣 就是不要以為你自己有了一點什麼 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先結束一段關係 你先結束一段關係 你不要再講 你先結束一段關係 你在那個 OK 不要有藉口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也不要去專門去找 有對象的人 就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妳太激動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在解釋 說有這種情形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 我們並沒有認同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並沒有認同這樣的事 所以你今天不能把這種 我們只是讓大家聽聽看 其實在這些關係裡有多況 你看 我們剛剛講到說 大企業的老闆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台北知名醫院當看護 他說通常啊 最讓他鼻酸的 就是大企業的老闆 因為大企業老闆 可能在臨終病房 在安寧病房的時候 他等著可能要結束了嘛 但是在這個時期 來的就只有什麼 對 只有律師會來 是 孩子 大房 二房 三房都不來 他們就等著什麼 等著你咽一口氣 然後把錢分一分 那時候問他說 那伯伯 你人生還有沒有什麼最後的願望 或是說現在是什麼支撐 你可以活下去的 他就說 對啊 他說他想要看看這些 大房 二房 三房 還有孩子們 他們到底可以多冷血 所以他就可以繼續活得很好 對不對 這裡我還是鼓勵大家 找到真愛吧 當然 對 雖然... 可能真愛可能短短的 可是也就夠了 OK 真的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好 回頭看看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還正常嗎 有沒有在旁邊 有沒有在旁邊 趕快報報 趕快報報